为了让中部的用餐可以进到丰富健康 任何刷备会 特别兴隆业报 新庆社区中部的扩大共餐 给我们并邀请 水埔教南岛分数、苏州、保贵林 共同情侯 最终向上安社区及上中社区 先出了解中部的用餐进行到产兴来用 共同有了这笔经费 社区中部可以吃到烫烫烫和饮用的暗洞 任何刷备会要赚水埔教南岛分数中部 来到水埔教中社区 了解中部的更大共餐情形和餐饮的内容 明清新来为中部的服务 看到中部的吃到欢喜 竟然吃到健康 心来也感觉是特别温暖 最近跟农业部在推动扩大送餐 就是我们来社区有时候 只有长照吃中午 我们晚上也想吃 有时候没有来社区 我们刚才也有两个送餐的服务 就是送去便当去外面 这个事情呢 秋淑议员也跟他说 叶香掌也跟他说 所以我们就来扩大举办 不是只有水域 我们第三、南岛市 我们都来補助 然后我们除了公餐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绿色疗育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是大人 来这外园中心了 他也可以一些活动 或者是请老师来教学 他们不管是打鼓也好 或者是跳舞也好 或者是唱歌也好 让我们老人家来活动中心 有一个疗愈的区块 那当然我们空间改善很重要 除了让吃的安心之外 我们希望能够用植农教育的精神 也可以落实到我们的社区 乡丁亚明风 以及王王出秀 很感谢立委举伯父的代理政策 以及随着保守南岛分寿的这些配合 让这里将会缺乏社区 可以就由社区中卫 更大共产给我们家人 来提醒用餐品品 特别感谢我们立法委员 我们菜培会委员 还有我们水利署 我们的互助 还有我们南州县议员 我们王秋署 共同来努力 把我们共餐的菜色提高 让我们长辈们能吃得更健康 更营养 听听他们用餐的看法跟想法 都称赞我们的菜色 都达到他们所需求的 看来传辈都吃得非常吃草 非常欢迎 因为他们说来在这里都不用烦恼 不用烦恼到三个问题 所以大家都非常介意 来在长照站 来在这里共餐 因为他们说来在这里共餐 不是只有为了要吃饭 而是为了要吃上口 和这些老朋友 大家可以在这里 每天都能够很快乐的活动 有些人帮到不只能够动 能够有 也可以帮到一些手工才艺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边真的很好 所以明年还要再继续 不要把我们断了 断了我们就不晓得怎么办 在里面串白湖的这家厨厨 不然国家有没有方便 来到既然用餐的中部送餐